他比较难打的英雄 阿卡丽 但结合了一下 相当于英雄属性 那还好 上绝活 右边纯冲阵 左边就是打反手 左边还有一手单带 但必要进这个阵容 前七二四个人都需要发育 所以可能OMG这边节奏会偏快一些 被抬 对这就不能被抬 被抬一下 那就不转了呀 对面还有守护者的 再被点一枪 再被点 再点一枪 亏了呀 亏晕了 而且薰 有可能二级会来 两级来吧 没演 因为有个信息 OMG这里带的是扫描 Abo带的是扫描 PPK的也没点 要出来了 但是已经在高了呀 死了 这只死了 F联动会更好地去开场吧 藏室也过来 算到Cream要上吗 难道这波 但是藏在了侠阵里面 千载悠悠悠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Cream能二弹大招直接回去啊 是 先锋还有2000多血 冰也在往过赶 阿卡丽直接去拦了 有侠阵在躲技能 阿兵反击风暴 但是阿兵已经半血了 要抬 抬到了 W捏住大招斩下去 但与此同时先不给拿下来 再魅惑到了两个人 但队友已经跟不上技能了 三个人3打4 这边怎么说 捡了嘎嘎嘎嘞的魂 这边开的还行 PPK的闪现过来 先晕一个 但是这边伤害有点分散 先找阿兵 一边再转牙膏 两个人找 找阿K 阿K先被秒掉了 PPK的也倒了 我们进步团打得有点太分散了 但是炸裂了呀 他们小处理太好了 后面就是三打四 外面这一度是感觉可以打的 但他们选择了 先去把猴子处理掉 这波一上去有点多了 他也被扫到了 他得交闪躲这个台 交闪躲台 阿K这边拿了先分之后 可以尝试再反倒 直接控死了 那这里的话其实 然后两兄弟后面选择的目标 你看一个找贾克斯 一个找小法师 主要这波也是可以退的 对吧 就这里三打四 没必要非得打 最后就是打出一个零块四了 主要这波打完自己强 和强他倒是能翻过来 但是OMG众人的位置卡得不错 阿兵先到先进场 昂要进去留人 不可阻挡先开起来 克里姆开一个挟阵 再拖时间被魅惑到了 再接台 但是昂的技能已经交完了 上线棒场开起来 要秒薰 薰被晕倒了 薰要被秒吗 不可阻挡出来了 将大人抵押控轮弹 还是死掉了 证明阿兵也被三个人给防住了 Abo一个人在续自己的大招 但一个人的伤害很有限 躲在了一个QR过去 没有砸死 阿兵的话 闪现还差一点点 被二灯弹弹轮弹转起来了 两天有些小龙 小龙好像也有了 又是金金落后 哎 刚想说 但是牙膏把龙也抢了 刚才 小龙团战区必须活着 得靠他捡活 但这波ON其实也有点着急了 他这波开的其实并不好 他这个 他们是知道Abo在后面的 他从线上直接过来 不过我感觉对于标记来说 虽然他们这波有两个人阵亡 但是拿到小龙 对他们来说就很赚 闪现一面的Q没有切到 呃 陈界确实差一点点 而且龙坑有眼的呀 他接了个Q 通过山姬的身体带过去了 继续抢中线啊 在等级起来以后 贾克斯在1v1的环节 能够取得一些小优势 没有选择开 但自己要被开了 有贾猴 只是搞了个假口啊 MG在正面 基本上合道是没有一个眼的 不过先锋已经要掉了 阿K手上留了大的 想进去拼陈界吗 已经抢下来 不敢捡 正面先转大招 交闪现 山姬有点追不上 有风龙领域的加速 守护这个先锋之眼 阿B要过来硬捡了 好像有点拦不住啊 二段大招也被迫放了出来 反击波开起来 阿K交个假口 先规避一下 阿K是没有闪现 在龙坑里面可能先被斩死 斩过来了 伤害能够吗 阿K差一点点血没有刺 徐被带走了 但是想要出中了阿K的人头 但是阿B这个位置 自己没有闪现 也得交代在里面 A爆以1D3 在里面徐自己大招 想把E技能交出来了 以后W中了 正面他想过这个墙 但是最后一秒钟的E 把他给晕住了 先锋也拿到了 团这边的交换上 也是更舒服 然后第一时间 小卡这个E 还限制了阵型 导致小奶油进场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残血了 这里A爆想进化差两秒钟 他想用一朵这个台 但是刚好撞到这个边缘 而且还没进去 提批了 标记也要接着波团 小法师两件套 小法师装备好的点夸张 李箭要整整一件 阿兵开始绕了 先激活小龙 YM7应该把小龙 拉到立于自己的下半区 但龙魂的仇恨 被B2G给拉走了 那这样的话 阿K也只能被迫 硬着头皮前上去 想接管这个仇恨 KRIM想找机会让 但外面是有颗眼的 他只能走正面过来 山姬攒了个Q3 怎么说小龙被拉脱了 Q3也没找到机会 KRIM扫到了这颗眼 他也知道自己 从这个位置是出不去的 这平衡了 平衡剑 龙是谁的 秦灰燕 撒下来 阿K残了 得往后走了 阿兵开E技能 逼走了A爆的位置 正面小男友想让后 悬晕到了 有霞阵在拖时间 想往队友身边赶 R技能往队友身边位移 B2G还要选择追击吗 要看O1能不能开到人了 反镜棒蓄起来 但是没有闪现 二段大招直接往后拉扯 跳到了A爆的脸上 但是A爆手上是有 闪现和进化的 并且山姬也是 E技能直接位移离开 把墙太高了 打的速度其实真不慢 OMG去做小龙地区的 视野布置了 意识过来了 发现怎么一直少人 但是过去三千血还来得及吗 Cream先到 打野不在 被留住了 先开一个大招 进取阴流人 一千多血 龙已经掉了 大招斩过去 Cream能不能收薰 大招过来 先将闪现 但是小法的斩杀线太高了 直接大招怪死了 正面少了个中单的情况下 对面还有大动buff的加持 OMG得往后退了 还是还去留Aki 一直留Aki 不让Aki过去 闪现卫货 就是不让你去 直接大招 四分之一 已经快抵上半条命了 Abo这里三件套 就看这一波了 一开有可能秒掉吗 小法这个一框的有点好 带到了后排 但是有块秒秒在身上 上线包衫也蓄了起来 所有人激活 中间的头已经拿到 山极哥再斩一人 其他人要拉开了 一技能框住了Abo的位置 翻墙过来 强壮激光 没有说他想蓄自己的大招 但是对面就拉开 没有办法再蓄上 TP过来 要拿这条小龙 直接RUT掉吧 直接RUT 他们选择只有直接RUT 但是这次得避免被牙膏给抢 RBTP去偷家了 这边队友拖时间 两个世界在拆的是非常快的 看一下小龙 阿卡丽直接选择回城 想拿的还是被猴子给拿下来了 Creamo被打断了 RB已经在拆基地了 好像没有人能回家 牙膏QR直接秒了PPG的 家要被拆掉了 奎桑地出来 但奎桑地没弹 他没有办法带走RB 其他人回来的距离 RB直接开打 加了双高 硬拆这个鼠水机 防不住了 有点Q3敲一下 大招还没好吗 山极的大招 CD就差一点 RB偷家成功 恭喜B2G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